1個毛,2個毛,3個毛,大家好!我是3毛,訂閱3毛,讓你天地劫玩的更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希莉亞 希莉亞是小谷,也稱小谷,因為他是老谷的接班人 不管是在劇情上面還是機制上面都是接班人 那為什麽會這樣講呢?我們先從天賦上面講 那一樣他的天賦也有一點露露等 沒關係,一樣簡單的,明確的跟大家講他有什麽樣的機制 首先他第一條就是他全場只要存在一個友方,免傷就會提高5% 最高最高有4個友方,他最高就可以提高到20% 那這個是六星的數值,那你們自己如果還沒六星的就參考一下差別在哪裡 然後他每一場戰鬥會開始的時候,他獲得一次免死的機會 就是整個戰鬥他只能復活一次的意思 那他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免除死亡,自身會恢復50%的氣血 同時也會幫其他三格的其他友方,恢復30%的氣血 並且立即啟動聖槍之力 好到這邊,這邊的話前面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就會免除死亡 自身恢復50%然後恢復其他人的血量 這個機制你就把它想成小雪就好了 他是結合小雪的復活機制 死亡的時候自己會回血之外呢 其他旁邊的三格友方也會回血30% 沒錯,他會復活,然後跟小雪陰謀一樣喔 然後他啟動這個聖槍之力啊,這個狀態 他每一場只能觸發一次 要不要更正一下,復活只能觸發一次 但聖槍之力不局限於一次 他一場裡面可以觸發好幾次 你要觸發十次都沒有問題 只要滿足他的條件就可以了 那聖槍之力要怎麼去滿足他的條件呢 就是他如果自身或者其他友方 只要沒有一個人受到一次傷害 就會獲得一層的覺醒之力 那你只要你的隊友被打了六次傷害 那你就會獲得六層的覺醒之力 然後六層的覺醒之力就會轉化成聖槍之力 那聖槍之力的話他只會持續兩回合 所以他CDR他的威猛是在於這兩回合的期間這樣子 那聖槍之力的話他的作用是什麼 他是第一個他會對暗屬克制提高到30% 非常痛 他去打那個魔化 文化皇輔生都沒問題真的很痛 再來的話就是他的物防的40% 會加 物防的40% 會附加造物攻上面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 物防轉物攻啦 然後他同時造成傷害的時候 會取散目標的兩個 Buff 然後他的普攻還可以無視護衛 然後普攻射程再加一 這個普攻射程不管是他打人還是被打的時候都可以反 那個什麼 那個普攻就是反擊就等於說他反擊是多加一格的意思 那這個東西的話 大家稀之一下 有沒有覺得天賦非常複雜 那其實 希莉亞天賦還沒有結束 放心我等一下會做懶人包你們 等一下可以看右邊的字條 那因為他一樣天賦去搭配神兵技能 那希莉亞的神兵技能是這樣子 他免死如果沒有消耗掉的話 物理免傷會提高10% 那如果你把他的復活打掉了 他復活了 那他傷害會提高10% 捨棄了免傷 但是提高了傷害也沒錯 那啟動聖槍之力的同時呢 他主動攻擊造成傷害會再 會獲得再移動兩個 這個東西跟那個風寒月一模一樣 風寒月的天賦再移動兩個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隻希莉亞他綜合了誰 風寒月的天賦 然後那個小雪的復活 然後非常獨特的那個聖槍之力 普攻射程加一 然後還可以普攻無師護衛 好那我這邊做一個總結嘿 那懶人包的話是長這樣子的 1.隊友越多,免傷就越高 2.每場戰鬥他可以復活一次 3.復活的瞬間他可以補血自己50%血量 然後隊友是30%血量 4.復活瞬間可以立即觸發聖槍之力 5.如果他有6成的覺醒之力也可以觸發聖槍之力 6.那覺醒之力怎麼獲得呢 就是隊友或者自己被打一次就會獲得一成覺醒之力 所以被打6次你就有6成 那再來是聖槍之力的解釋 那聖槍之力有很多效果 聖槍之力第一個效果是打暗屬會加40%的傷害 那第二個效果的話是物防的40%會轉加到物攻上面 那第三個效果的話他是打人的時候還可以驅散對面的兩個buff 不管是普攻還是用技能都可以啊 那再來的話第四個效果就是普攻可以無視護衛可以過彈 很強非常的強 再來的話他第五個效果就是他普攻 同時就是也視作於反擊的射程呢可以做一個加1 他是可以打2格的 喔對啦他還有點像上官員 就是普攻可以加1可以打2格 再來最後聖槍之力第六個效果是因為他神兵技能配合他 神兵技能只要打完不管是用普攻還是用技能 只要打完都可以再移動2格跟風寒月一模一樣 以上就是希莉亞的天賦藍人包啊 那你們就是把這個收藏起來前面聽完還是不懂 沒關係我幫你們做好藍人包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太複雜了 那講完天賦跟神兵就是來講技能 這樣子你們才會知道希莉亞的技能要怎麼去搭配 那希莉亞的技能的話我們通常會帶這三招 我覺得這是PVP應該基本上會帶的 就是 冥光震惡 然後流刃川雲 然後他的護佑之星 那希莉亞他主要的護衛的技能有兩個 先講護衛 那他護衛第一個技能就是這個護佑之星啊 他就是本身被動會有一個 將你一個的有方承受傷害嘛 那如果他主動造成傷害之後呢 他獲得庇護 庇護的狀態 那庇護的狀態是可以幹嘛呢 首先他會變成兩個的護衛距離 那同時他的反擊射程還會加一 然後被打的暴擊率呢會降低20% 沒錯他反擊又加一了 那你們剛剛還沒有記得他的那個聖槍之力也有在加一 所以希莉亞是一支可以條件式反擊三格的坦克 沒錯你們真的沒聽錯 會復活就算了 打人還會痛還會再移動兩格 還可以過坦 然後還可以反擊三格 這 太過分 有沒有太過分 真的太過分 這隻坦克真的太過分 然後他另外一個護衛技能就是很基本的適死捍衛 這大家都懂 這個就不多說好不好 不介紹 那這邊的話 他兩招主要技能就是 冥光震惡 這個東西的話是他獲得覺醒之力的另一個途徑 他只要造成一次傷害 就是一個目標 就可以獲得兩個覺醒之力 那他如果打到兩個就四成 三個就六成 所以你只要打到三個敵人就直接出發覺醒之力 這是很好的效果 但他其實不是 我跟你講在實戰上面 他並不是打越多人越好 他是反而就是要去挑那種 如果目標相邻一格不存在其他友方 比方說今天風靈生隔壁沒有站黃斧生 黃斧生離他距離有兩個 那如果我們去打風靈生的話 風靈生就會 被暈眩 去打黃斧生也會暈眩 這個就是 希莉亞有取代他老爹的地方 你不用去擊退人家 只要有對方 旁邊沒有人就會造成暈眩效果 這個是非常強力的一個技能 而且他的距離的話 是5格喔 是直線5格喔 所以這個希莉亞你們要記得 希莉亞的威脅距離大概是直線5格 因為他的兩招直線的 他的招式第一招明光震惡是直線5格 那他第二招也是直線5格 那這第二招的話他其實有一點點的誇張 怎樣的誇張 因為他有一點點像是 一字光斬 對你沒聽錯一字光斬 而且他是1cos技能 他如果未來 我覺得希莉亞如果開了3C技能 那我覺得應該會很好搭配吧 猜猜啦猜猜 那他也是一樣直線技能5格 然後他 是造成直線上面第1個敵人的1.5倍傷害 他沒辦法打到多敵人 他只能打第1個敵人 所以這條直線上面如果 5格直線站的5個人他只會再打到 那個直線上面第1個人 後面4個人都不會造成傷害 這個 這招技能 特殊的點在這裡 然後他會降傷害啊如果你離他越遠 傷害就會降越低 那他最高是這樣4格 所以是降到0.9% 0.9倍 也是蠻痛的啦 然後你只要貼身打就可以造成1.5倍 反正你們怎麼玩 玩這招的話就把他想成他是一字雷斬 一字眼斬 這樣子他是一字光斬 沒錯我這樣子瘋他為這樣 然後他除了會造成很大的傷害之外呢 他還會給瘋咒 沒錯 他很常拿來瘋別人的主動技能 是瘋坦克啊 或者是瘋咒師的啊 或者是要瘋即將要爆發的角色都很好用 這招技能其實就是這兩招都很強 一招是暈眩 一招是瘋咒 這兩招都很棒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會帶這三招 然後呢通常我們去攻擊敵人之後呢 就會觸發我們的護佑之心 就可以直接護衛又可以反擊 多加一格 所以 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那也是會有其他帶法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一個代表就是常常有可能就是因為他跟他老爹一樣攻擊才需要護衛 但他自己本身有一個護衛技能 他自己有一個護衛技能 那他可以多帶一個護衛技能 主動護衛 怕你打不到人 主動護衛是可以的 這種帶法也是有人帶 那還有更加的防衛的打法就是說直接帶雙護衛之外呢 還帶了一個方陣號令是他的大招 那這張大招的話他的特別之處在於說 他除了主動使用之後呢 會恢復氣血跟驅散影那個檢疫狀態之外呢 他還有一個領域 而且這個領域是三回合的 那領域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他有雨勢 宙師駐遊三個職業的 他的友方的話他會物理免傷加20% 這三個職業會物理免傷加20% 所以拿來扛比方說曹沁啊 或者鏟子啊等等之類的 這個帶出去會幫大家 幫軟皮的職業去做一個 加物理免傷 那其他三種職業分別為鐵衛俠客跟御風 他們只要氣血大於等於50%的時候就可以免疫 魔化皇輔身 然後還有像是 那個真硬 等等的老洞 然後位移呀或者擊退呀 等等的效果 沒錯但是呢 僅限於 鐵衛俠客跟御風 那這邊三毛分享一下 我之前 有玩那個 有用這招 然後但是我還是被魔化皇輔的拉出去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 奶媽 我的 大玄機 我的那個阿丘 是不屬於下面三個職業的 上面這三個職業還是會被拉出去 所以這招有好有壞 真的這招有好有壞 我覺得這招可能帶的時候非常需要看你的陣容 以及就是當時候的狀況 還是會被拉 好那這三招也是就是比較放防禦型的 但是基本上還是很常帶我剛剛講的那個陣容 這個陣容 基本上帶這三招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再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打動物園的時候跟打那個雷鳥塔的時候 其實希莉亞他是一支輸出 沒錯 如果你今天希莉亞要當輸出玩怎麼玩 首先呢先把一支光斬留著 然後呢要搭配這個劣陣 這個劣陣的話他可以增加物防 最高到12% 沒錯 剛才記得嗎 物防是可以轉化成物攻的 所以這張其實老實講也算是希莉亞的增傷被動 真的 雖然他是對戰中才有增傷 但是希莉亞的普攻是很痛的 很痛的你們如果去打暗屬性的角色 打普攻三四萬 沒問題 真的沒問題 然後呢會把忽悠之星拿掉 如果他今天不護衛的話 假設他今天不護衛會拿掉 他會帶什麼 他會去帶這個鋼烈魄 沒有錯 而且鋼烈魄他的好處在於什麼 他會去做一個 石獄 石獄 就是物防-20 他會先破防然後再去做輸出 很強啊 真的非常強 這個推薦給大家 好啦那這以上就是我的技能介紹啦 再來介紹我們希莉亞的魂石啦 沒錯這個很多人都在問說魂石到底要帶什麼 我跟你講希莉亞有三個流派你們就聽聽看 第一個流派就是想要 變硬 很硬很硬的希莉亞 捨棄了反擊傷害 就是宙石兵 那你們如果覺得希莉亞打人不痛 反擊不痛 千萬不要用宙石兵 會用宙石兵是因為他想要變硬 就這麼簡單 第一個流派變硬 第二個流派的話 就是反擊非常的痛 非常的痛 就是我們帶我們的荒哲啊 荒哲上面的話就是因為他普攻攻擊傷害 提高20%是有套用在反擊傷害上面的 所以是非常適合給希莉亞去做一個反擊坦 去人家打你越來越痛的那一種的玩法 那這種玩法起初在陸服其實很流行 那後面後面都會慢慢的被取代掉用頭狼 為什麼呢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介紹原因 那我個人現在還蠻推薦你們直接套用頭狼這個流派 那頭狼的流派好處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因為希莉亞腿短 摸不到了 所以呢他頭狼 在希莉亞搓完了 或者是說捅完了 不管都可以 反正希莉亞攻擊完之後他就獲得迅捷加2 移動力加2這件事情 讓希莉亞更容易的去捅了 配合他的聖槍之力攻擊 輔功可以加1 他可以走5打2 威脅劇高達7 這個是非常漂亮的 配合他的魂石搭配 那因為捨棄了荒哲之外 荒哲之後 荒哲之後 荒哲是加20% 那我們這邊有彌補大概5% 大概落差15% 不會反擊傷害落到哪裡去 然後再來因為頭狼現在用的人有點少 用的人有點少 只剩下大概剩下鷹無血吧 那鷹無血出場率也不高了 目前來講 所以頭狼持續上面會比較好挑 好講到這邊 頭狼持續 就是希莉亞的魂石持續怎麼挑 我跟你們說 我心目中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最重要希莉亞最重要的持續就是 物攻跟物傷 物攻跟物傷最能直接反映在希莉亞的輸出上面 也就是其實你們在挑魂石的時候上面也會講 就是 物攻跟物傷 就是影響輸出最重要的詞綴 比起物穿來著 物傷影響最低 除非那隻王的物防真的高到誇張那樣子 那這個的話 是第一個挑的詞綴 第二個挑的詞綴我會挑什麼 氣血跟物防 氣血跟物防 那因為呢氣血就不多說嘛因為氣血就是可以直接加 是直接讓坦克變硬的 最反映的防禦詞綴 那為什麼會挑物防是因為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希莉亞他是物防的40%會加在物攻上面 加在物攻上面那我不是數學系啊我不是數學系我不會去算說物防跟物穿哪一個會比較好 那我是單純直接反映在說 氣血跟物防是希莉亞不錯的防禦詞綴那物防還可以 加在物攻上面所以他算是CP值蠻高的一個詞綴啦 所以我第二個會去挑物防跟氣血 最後才會去挑物穿 跟我們的反擊詞綴 那你會發現其實我的頭狼其實沒有反擊詞綴 因為呢一來就是反正是魂石上面不要太強求 詞綴本來就是隨緣的 那二來就是 我衝一衝就剛好物穿就長這樣了 所以反正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我第一個詞綴就是會挑物攻跟物傷 第二個詞綴才會去挑防禦詞綴的物防跟氣血 那最後才會去挑我的那個物穿跟反擊 因為反擊只有被打才有 但是CDR其實還蠻常去打人的在PVP上面 那如果你們是PVE的玩家就可能就不用那麼強強求 你們就直接荒職用到底或者是反擊詞綴給他用到最好 好那這個就是魂石上面的推薦以搭配啦 好再來是我們的飾品啦 飾品上面的話 我想要 我想要 呃直接講最標準的流派 最標準流派就是我們的 反擊頭 然後 虛損 虛損一 那這個就是盤子一 這個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那個新出的飾品 煙霞百相 這個東西的話可以增加全屬性8% 不管是物攻 還是物防 這兩個都可以加 所以對希莉亞來講是非常棒的選擇 那最後的話我們會搭配障海界 為什麼會搭配障海界 雖然他好像是說無克制目標 那他去打暗屬性就沒有吃到這15% 但本身希莉亞打暗屬性本來就很痛 那他主要加這個就是可以讓他的反擊增傷增加 去打光屬性 炎屬性 冰屬性雷屬性這些角色都有15%的反擊增傷 或者是他主動去打別人的時候 偷軟皮角色也可以多了15%的增傷 這個是最最最最最標準的代法 最標準的代法 那你兼顧了反擊跟主動傷害的打法 這是希莉亞最主要的打法 那你們可能會說啊希莉亞不是坦克嗎 對對對對對 希莉亞是坦克 所以說他的手部飾品其實還是可以去換成我們傳統的 我們的那個什麼 環鳥界啊 或者是防斷腿的 那追星飾品 取代了防斷腿 我們的那個 窮童靈界 這個東西的話 氣血加10%還可以免疫技能跟防禦力降低 這個的話 希莉亞也會帶 如果你障海界不夠 可以帶這個東西 就帶這個東西 如果障海界不夠就帶這個東西 那剛好也有人跟我講說為什麼那個什麼 那個 大旋機不帶障海界 為什麼大旋機不帶障海界 因為障海界其實說實在也是新飾品 大家帶的不多 如果你障海界 夠用的話 可以大旋機帶 如果你沒有法暴手 然後又不想帶當點手 障海界其實傷害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那因為障海界數量有限 所以就讓大旋機帶單點手或法暴手會比較好 障海界留給消失魔化皇后生 西莉亞 西莉亞 宜憂 或者是那個誰 霍庸 等等之類的 這些角色都可以帶 這些角色都可以帶 好 那 西莉亞的首部視頻 講到這邊 再來是 腰部視頻 其實基本上 這個是畢業視頻 煙霞百相是畢業視頻 基本上不會帶其他的 基本上不會帶其他的 我也不會去帶什麼 天經復活 不會帶 不會帶 因為西莉亞 基本上很常在打的 很常在打的 那個東西不會帶 除非你今天真的是 我就站著給人家打的PVE環境 那你可以考慮帶這個 你可以到 這個 但我覺得煙霞百相 雖然是畢業視頻 可以不用動 不用動 再來是盤子衣 盤子衣基本上也不會動 也不會動 不會想去帶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 這兩個衣裝跟 腰部視頻 這兩個不會動 都是屬於西莉亞的畢業視頻 不會脫掉 就綁在身上 那頭部視頻比較會去動 比較會去動 因為 畢竟這個是反擊頭 反擊頭的話就是 只有物攻 跟氣血的 白板大概是5% 那我們會去換的什麼 有些人會去乾脆說他直接當個俠客 直接帶 那個 風穴 風脈頭 直接帶風脈頭 那有一些人呢 去打 像是動物園 去打 雷鳥塔 需要輸出的高難度副本 會帶天狼血眼 為什麼呢 他除了會加物攻之外 還有加物防 所以在西莉亞統人最痛的時候是天狼血眼 這個真的沒有錯 這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爭議 就是物防跟物攻都會最高加到15% 那 西莉亞如果你們想要試試看統人最痛的時候就是天狼血眼 基本上會選擇這兩個 那我如果你 想要再高一點點白板的話可以帶這個 故攻加10%加5% 這個基本上這是最後選擇 最後選擇 通常要嘛就是帶風脈頭 就當個主動輸出 要嘛就是再狠一點就是直接帶天狼血眼 那 再來就是 我們的反擊頭是標配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這個推薦給大家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怎麼去做屁換黑 那本群影片的內容有一點 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好像講的太多對不對 時間有點長 沒關係我覺得你如果你們有透過這個影片學到什麼 配裝上面有更新到什麼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影片留言跟我分享 那今天講的會比較多 因為畢竟西莉亞 玩的有點久了 去PVP被虐或者是去打別人都有一點點久了 所以 心得上面會比較多 神兵師剛剛前面天賦有帶過你就也一樣不講 那心牌上面也可能會有一點小爭議 就是你到底要帶 氣血呢 還是帶減傷呢 還是帶防擊傷害10%呢 我個人是反擊10%的流派 那如果你們想要當純坦克 基本上像真硬兵坦那些都會帶這個所謂的對戰中減傷5% 那如果你今天氣血真的太少了 可以考慮帶氣血加5% 那其實西莉亞除了反擊流派之外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主動傷害變高 可以帶這個物防加法防5% 心盤上面的配置也蠻有趣的 西莉亞比較像是有點多元化的角色 所以今天會講比較多一點點 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心盤上面的介紹就跟大家分享啦 那5內一樣 不推薦只開單線 真的不推薦只開單線 因為西莉亞 畢竟這麽強的坦克 我剛前面講過嘛 反擊三格 然後 等等之類的 這個太優秀了 這個全開 西莉亞全開 完完全全 沒問題 完完全全沒問題 好啦 那本期的西莉亞的 以及就是我的 詳細配裝 角色詳細配裝系列第2集 就到這邊啦 那有接收到一些回饋 以及就是下集吹根啦 如果想聽我下一集介紹哪隻角色 歡迎歡迎影片留言 我在看看哪隻角色先推出 我是三毛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想要看更多 或者討論更多天地劫遊戲資訊 歡迎大家加入三毛親自管理的千人賴社群 FB粉絲團也會每天更新遊戲文章 影片資訊 最後別忘記YT頻道的數值三連 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三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